上面大大寫著部落聚會所 這裡是阿美族旗號部落用來維繫傳承文化的地方 近期雖然基隆市舉辦城市博覽會 帶動地方觀光 但比起發展觀光 部落青年其實更想附贈及保存文化 從華東上來的這一代 算起來大概第三第四代 我們要在這邊好好生活 其實我們沒有太多的閒暇心思去管理 我們是不是要跟著基隆市區 去做規劃跟觀光做發展 但其實我們更著重的是 到底現在這一代 我們要怎麼保存這個文化 已經是第三四代的部落青年 從小看著長輩來到都市打拚 也保存原鄉文化 就像每年七月舉辦的豐年祭 原本在原鄉市舉行好幾天 但在都市因為工作因素 只能改為一天舉行 近三年來因為疫情停辦 今年終於可以如期舉行 部落青年期盼能找回傳統文化 希望能復興到傳統 就是保持它原有的樣子 然後儘量在可能工作的關係 所以儘量在一天跑完這個流程 當然是保留文化 他們會學習我們之前的舞蹈 所以現在都交給年輕人就對了 他們也要傳承下去啊 對啊 這樣才可以保留 我們設計的文化 蔣被勘的青年有心學習文化 若能在生活及保存傳統 兼達到平衡 文化便能代代保留及傳承下去 隨著如今現代社會的發展 越來越多族人遷到都市生活 豐富了城市的多元樣貌 但該如何保留這份多元族群的特性 也是當地政府 可以從文化層面深度思考的課題 旅行新聞肉包蟹湖 劉基隆市採訪報導